举目树根上长出的白色菌菇 经过两年多的成长 变成罕见的菱芝 而两朵菱芝中间的菌饼 还有类似台湾黑熊的图案 野生菱芝通常在清明节前后 适当的温湿度下生长 虽然民间流传许多神奇功效 但并不是每个人吃了都对身体有益 菱芝是属于偏良补的部分 肠胃常常胀气 反胃 胃酸等等 那你消化系统就已经运作不是很好了 你再服用这些林芝 这些高浓缩的保健食品下去 其实就像高速公路一样 就是塞车 不能乱吃的还有野生菇类 之前南投一名男子 就把自家附近发现的肥瘦野菇 误认为是美味的鸡肉丝菇摘回家吃 结果全家中毒上吐下泻 菇类中毒的案例中 最常见的就是物食绿蛇菇 它颜色多为白色及浅和色 跟可食用的鸡肉丝菇相似 下肚后大约30分钟到3小时 会出现肠胃道症状 包括恶心 呕吐 腹泻及腹痛等 因此最好不要轻易采食野外植物 正常新鲜的香菇的话 那个讯饼会比较摸起来会比较紧实 比较饱满 那味道也会比较浓厚 不会说有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 一些酸臭味 吃太多的话反而会让它的这些过敏的症状 皮肤痒的这些症状会变得更明显 此外许多人习惯自己到中药房 抓药回家煎煮 小心如果煮的方式不对 也可能中毒 还有和粉房戟外观类似的广房戟 容易和穿木通混淆的棺木通 以及细腥等都含有马兜磷酸类的成分 长期大量使用可能引起肾衰竭等问题 细腥我们大概会用到一到两千 然后那唱歌子我们大概会建议用两到三千 这些有微小毒性的药材 只要使用的剂量不要超标 就不会产生严重的毒性累积 对于不确定是否能吃的野生植物 最好不要吃 万一误食也记得保留食于检体 供医时参考一例诊断治疗 新著名的下一代已经成为